现在一句话的话 你会准备成对方 我的老朋友 最好的 最亲的老朋友 胡斌 我的家人 曲莹 要见面了 再帮你包魂的 你的拿手的馄饨 对 今天是小馄饨 这个服务员真帅 剧服务员 53 我记忆中应该是32年 90年之后的时候 它就是34年 34年 我们现在加起来是106 好吧 你依然纯真 你依然挺浪漫 他其实是一个很细腻的人 而且永远是对我特别包容的 笑起来特别灿烂 我想起那个 你挑谁 我记忆当中的每一年 它是完全没有改变过 凌晨一点钟的排练结束 大家已经累得 已经都快劈了 他突然间站起来给人说段子 然后因为他的动作太大 而且是那种 拉美滋拉拉美滋拉 然后把脖子扭了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他就是太爱别人了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会稍微的 辛苦一点 坐 我就喜欢越简单越好 对 不太喜欢 有一次在一个酒局上 他就来给我挡酒 结果等我到家之后 我接到胡冰的电话 他说我回家抱着马桶 我吐了一晚上 我吐血了 我开始以为 我以为我会吐血而亡 为了保护你 其实他是吃了太多的西瓜果盘 他吐的全是那个红色的 比他给吓坏了 这还有个吉他呢 含一个 含一个爱的真言 他一旦去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他是会 真的就是全部放上去的那种 那一次其实是有吓到我的 他打电话给我 你在上海嘛 晚上去你家 语气肯定会是 让我觉得是有事 所以我早上出去拍宫的时候呢 我其实是有点担心的 我就半开玩笑地转过来跟他说 我家可是十八楼 他说你看不起我 然后完了以后他就笑了一下 那一笑我觉得我就放心了 陪伴不代表就是这两个字眼上 两个人挨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颗心和一颗心的陪伴 那种陪伴一生当中很少会出现的 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寄托 我们是不是应该感谢命运 感谢 因为我们体会到了人生当中很难 别人体会到的内容的情感 复杂又真实又简单 非常纯真 是 最后一个问题 自然你们最后面对面 送我这一团团团团 会不会说哭 哎呦 我不行 我能不看着你说吗 我特别感谢命运能让在我最美好的年华 在咱们最美好的年华让我们遇上 然后过去这么多年之后呢 当我们在回忆到我们自己的青春的时候 然后都有彼此在里面 这是任何别人都取代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人 当年纪越来越增长的时候 我越来越珍惜这份情感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特别幸运 是命运的宠儿 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珍惜 我就是我的心里话 我可以保证我 我一定会陪着你一起慢慢变老 且我要看到你不同年龄的美 我已经看了三十年了 所以说未来我相信我一定会看得到的 我们六十岁的时候应该还能看 好 我感谢你 好 就是我的天啊 我觉得你还能吃到你的客气 我还能吃到你 如果你想能吃到你的肯定